最漫长的一夜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撒加尼亚书十一章四至九节 十五至十七节 上主我的上帝这样说 你去牧养那将要被宰杀的羊群 买主无情地宰杀他们的羊 买主则说 赞美上主我发财了 就连牧人对羊群也没有丝毫怜憫 上主说 我也照样不在怜憫这地的人 我要任凭他们栽在彼此的手上 落在他们君王的手中 他们要将这地变得串草不生 我也不会拯救他们 于是 我去牧养这些将要被宰杀的羊 就是那些受欺压的羊群 我拿了两根牧人的杖 吸一根取名为因位 另一根取名为联合 在一个月之内 我除掉了他们三个邪恶的牧人 但我漸漸受不了这些羊了 他们也讨厌我 于是我对他们说 我不再当你们的牧人了 要死的就死罢 要被杀的就被杀罢 盛下的子盆互相吞吃罢 上主又对我说 你再去 扮演一个无用的牧人 表明我要把一个怎样的牧人 给这个民族 谁死的他不关顾 幼小的他不照顾 受伤的他不医治 健壮的他不喂养 这个牧人反而要吃最肥半的羊 撕掉他们的体 这个遗弃羊群的无用牧人 大祸临头了 刀劍要堪掉他的臂膀 刺破他的右眼 他的臂膀要变成残废 他的右眼要完全失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我是谁的牧者 如果我们要立志做好牧人 这段经文所说的 不一定可以鼓励我们 上帝要杀加利亚先知 牧养那些将要被宰杀的羊群 谁知道羊群讨厌他 他也都渐渐忍受不了这些羊群 好牧人得不到欣赏 最后牧养的和被牧养的不欢而散 如果我们放弃做好牧人 第十五至十七节就警告我们 如果牧者不关顾谁死的 不照顾幼小的 不医治受伤的 不喂养壮健的 却只是吃肥羊肉 又撕掉他们的题 审判就会临到牧者 丢弃羊群的牧人就有祸了 到底我们会怎样选择呢 无论上帝要我们牧养的 是团契的团友 主日学的学生 儿童聚会的小朋友 或是自己的家人 我们会不会好像恶牧人一样 不顾惜他们 没有尽心照顾他们呢 小心上帝的审判必定临到 但是我如果要做一个好牧人 也都要有心理准备 羊群不一定会欣赏我的牧养 我可以做到的 不过是尽力牧养他们 但是 做好牧人 给羊厌弃 总胜过做坏牧人 给上帝审判 求主帮助我们 做忠心的牧者 带领上帝托付我们牧养的羊群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